现在的时候大家有很多比如说去逛一逛啊看花灯啊猜灯你 但今天我们把这个谜底谜语放在了伞当中 接下来嘉伦呢要去挡脸了 我再看了半天真的是谜语没有谜底 所以接下来是你要猜出谜底 如果你猜出谜底的话 答对三道我们直接上一个秒杀福利 如果猜不对的话 也同样送秒杀福利 可以的没有问题 而且咋啊 我觉得其实在很多人记忆当中啊 很多人想做周深城雪片 散上一个雪片 哎呦真的是想变成啊 这个杜大人手里的来看 哎呀 想变成罗诚那把 哎呀罗诚 好 真的是都看了都看了 当然今天的今天我们不见不散 所以接下来你要选择几个谜语 我们看你能不能猜出来 我选择啊 来这个吧 这个这个就是 骄人灰类 打一中药名 骄人灰类 打一中药名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来我帮你拿着吧 你有点长脸啊 我感觉是 啊是吗 对 这就不挡了 这样就OK了 好我们现在可以拿着它 你先猜一猜 啊我不说答案哈 珍珠伞 你确定吗 为什么 确定吗 确定 当然要确定 确定确定 因为骄人一流泪出来的是 珍珠 然后你现在手里拿的是 灿 所以就是 哇我都没想到这个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因为金属材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你看算药材了 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由珍珠完成的一个东西 嗯 那接下来来吧再选择一个 算通过了 第一个 哟很难很难很难 我帮你拿 没有我去 你找一下啊 好 我放弃了 我看完了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放弃了这个 哎呀 加伦放弃的叫做一朵花为什么好笑 这么认真吗 这个主要是我还真不知道哎 哈哈 那就这个吧 什么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吧 第一个吧 这个 一朵花为什么好笑 各位 屏幕前的家人们可以猜一下 我们刚才一直在走一个谐音梗的路线 是不是 你想想一朵花 它为什么 它那个花那个勺药 它除了花还有什么 因为一朵花为什么好笑 哎 这个这个 因为它就是个 怎么那么有 那它就是个笑花 哈哈 哎 你这个也算一个谐音梗 哎 是不是谐音梗 为什么好笑 就是笑花 笑花 笑花 它就是个笑花 它就是个笑花 这是个一语双关 因为你是笑花 所以你好笑 哎 哎 正直然是因为它有梗 但你那个也逻辑也可以 因为它有梗 这个啊 这一段 不能那么具备 确实 算我对 算我对啊 算我对 那你再选择一个吧 我先再转一圈 我看那个 确实达不上 那边还有 这边 我这个猜谜语啊 再换一个 还有吗 完了我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 我帮你 什么猪没有嘴 什么猪没有嘴 而且这个猪是加了一套的 什么猪真猪 哎呀 这个简单 回答完了才觉得简单 这个就是脱口而出 对不对 为什么 是因为真猪它的确没有嘴